八家宝评评你 为什么这台折叠机可以这么宝 普通手机宝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是折叠机 你可不可以有一点点的自知之谜 这台就是堪称世界最薄最轻的 内折折叠机 HONOR MAGIC V2 231g罢了各位 比一台半斤重的iPhone 14 Pro Max 还要轻啊 厚度 关起来 1cm不到 打开 4.7mm罢了啊 就连最新的这个是iPhone 15 Pro Max 我都不用怎样对比下去了 这个距离不是一点半点 尤其是我打开了之后 老实讲啊 如果捡一个很厚的东西 突然保了5cm 哇厉害哦 但是如果一个很薄的东西 你看下去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捡了 它突然再薄多1mm都好啦 都是很难做到的 HONOR MAGIC V2 然后我还要可以给大家 5000毫安大电池 对比更厚更重的iPhone 14 Pro Max 也是只有4300吧 我是不懂那设计师是怎样塞进去的啦 GoGo Bingo Bingo 该也很够不够 为了测试它是不是最轻最薄 我们来做一个小试验 整个公司的手机架 然后我会挑几个手机 然后给它一绝高下 看一下谁最薄 哇 NOVA的味 Vivo P60 洛可可白 还有HONOR自己加的 诶 这个也是很轻的 呃 Dai Peng Mai 麻烦 Dai Peng Mai 主角在这边 要从后到薄啊 哇 好像打麻将的感觉 诶 OK OK 可以了 Do Re Mi Fa So La Ti Fa Fa 第二个小试验是 Credit Card 大张Credit Card 可以等于这个HONOR MAGIC V2的厚度 我们对比最薄的位置 应该是这样吧 这边总共一二三三张Credit Card 等于一台Magic V2开起来的时候 现场表演 让这个手机浮在尺上面 在水 开那个灯器 啊 啊 啊 这是我们刚才用的 A4 paper 罢了 就可以足以让它合起来 没有 证明我们这个10月没有在造假 然后我把我的iPhone 15 Pro Max放在上面 试试看会不会把它盛下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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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OK 十月做完了啦 证明它也是真的轻 也是真的薄的 但是我自己也去做过功课 因为我很想知道 它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么薄的咧 就是在整个架构材料 还有模组上面重新设计 全部做薄它 第一个原因是电池 刚才我有讲到是5000毫安嘛 但是我们要看回里面 它用的这个电池叫做青海湖 双电池 它是很小个的 它的平均厚度就只有2.72mm 所以轻薄 第二点就是铰链的这个部分 它用的这个铰链叫做鲁斑 太金铰链 不是王者那个鲁斑啊 听不懂不用紧 但是你要懂的是哦 这个铰链是让整个手机做轻薄最关键的部分 它成功让龙骨零件减少了70% 然后铰链材质用的是 Owner自家研发的超轻台贴链 它比普通的银薄25% 但是它又更加硬哦 所以轻薄 第三 Type C口 正常来讲一台手机你再薄啦 你都不可能薄得过Type C口的嘛 但是Owner Magic V2就成功 跨过去了 它开挂了突然 我把手机摊平来4.7mm 但是它的这个Type C口 是几乎平齐的我刚刚好在那个位置 第四指纹解锁 Magic V2用了一个超窄的侧边指纹解锁 你们看是不是真的很窄 一开始我以为这种这样窄的还一定可能不怎么准啦 但是事实上 来我试给你们看 轻薄 第五 散热系统这件事情 Owner Magic V2还用的是一个超薄0.22mm半的散热VC 哎呀忘记了 又是一个独家定制 它虽然厚度是薄了 但是它的散热效果也是比上一代的Magic V再好一点点的 所以轻薄还是Get了 第六 喇叭还有天线啦 这两个东西都是重新设计的 尤其是天线 这样Owner的信号一向来都是比较好的啦 我之前也是有拍过一集对比 你们可以去看看 好的原因是 因为它用了Owner自家研发这个叫做C1射频增强晶片 而且它是环绕式的天线啦 所以那个接收率是增加了32%的 这台机总结 就是如果我有钱的话 我会想买它 因为如果我拥有它的话 我第一件事情先去吓一下我的朋友 再拿去路上耗链路人 然后功能上面还有一些配置上面也是给到很足啦 Anyway 这台Magic V2马上就要来马来西亚了 1月16号就是他们的发布会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这一个更详细的测评呢 后期有时间再给你们上啦 下期再见 拜拜